中国女排总决赛对手出炉,郎平朱婷回归大调整后获主场夺冠。 在今天凌晨全世界体育迷的目光都放在了俄罗斯世界杯的揭幕战,而对于喜欢中国女排的球迷们来说,和世界杯揭幕战几乎同时开始的还有世界女排联赛。 现在需要关注,中国女排最终是很遗憾的以1比3输给了土耳其女排,这样一来女排姑娘们以一胜两负的战绩结束了斯图加特战的全部比赛。 接下来安家杰将会带队回到中国,准备月底在南京开始的总决赛,届使郎平和朱婷等人都会回归到球队中。 按照中国女排目前的排名是没有办法参加总决赛的,但是由于是东道主的关系中国队可以直接晋级,所以这也就出现了安家杰带队出现在德国战的比赛。 而郎平带领几个重要的球员继续在国内进行特训,因为中国队和荷兰队这些不同这个阶段暂时没有成绩上的压力,新阶段中国女排最大的任务是通过分战赛来找到球队的问题, 然后针对性的解决,为了月底的总决赛全力备战,所以才有了中国女排兵分两路的情况出现。 现在随着排名最终的分组也出现了,总决赛的赛制是这样的,六个球队参与,三只球队一组, 这其中东道主中国女排总决赛小组中的对手,是排在第三的巴西和第四的荷兰队。 另外一个小组是第一的美国队,第二的萨尔维亚和第五的土耳其队,小组单循环之后前两名出现, 然后进行最终的决战产生最终的总冠军,总决赛的周期是五天的时间,在中国的南京进行。 很多球迷并不看好现在这只女排在本届总决赛中会走得很远,甚至还有人表示中国队小组都没有办法出现。 但其实这段时间女排产生的一些问题也都在重点解决了,同时安家杰带领的女排替补阵容在这三场司徒加特战的比赛中打得其实也不错的, 到时候再加上经过郎平特训之后的这几位中国女排的主力球员回归, 中国队是完全有希望在总决赛中战胜最强对手巴西队的, 而且要知道之前江门战的比赛中,中国队仅仅是在第五局的时候输给对手两分而已。 如果可以从小组中出现,接下来就没有任何退路了,遇到美国队也是一样, 虽然之前他们将中国女排几乎打花了, 而主场作战的女排姑娘们也是一直都有一股韧性, 也期待这届总决赛可以在郎平的带领下, 朱婷、刘晓彤、龚翔宇等人迎来爆发拿下好成绩。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